嗨 你好 很高興又見到你了 現在還可以見到你 就表示你已經靠近 把這個12小時學好流行鍵盤 要把它練成功了 恭喜你 非常恭喜你 希望你再接再厲 但是呢 我們前面講過 養兵千日用於義詞 希望你在這個地方能夠學以致用 如果這個地方你可以彈得起來 那表示你以後就一定可以彈好鋼琴 我相信的 好 今天我們最後第12個小時 也就是第14課要講的就是Slow Rock Slow Rock顧名思義 Rock之所以有Rock 就是為了反傳統古典的節拍 在節拍部分有二四拍比較強 你聽 我們把鼓開大聲一點點 它是 二四拍強 強是鼓強 你彈的時候 只要一個feeling 一個感覺 強一點點 稍強就可以了 不要 不是粗魯的 這是 好 我們Slow Rock這個節奏 要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請看到白板上面 林老師來為你做一個說明 請看 我們Slow Rock呢 還有一個名稱稱為12bit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小節有四拍 每一個小節有四拍 但是每一個音 每一個音可以分成三個等份 這叫三連音 那三連音呢 所以我們它還是以四分音符為拍 我們可以這麼講好了 它以八分音符為拍 然後每個小節乘以四它就是12 所以它的寫法裡面 也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寫成四四拍 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還是有四分音符的存在 所以它可以跟4bit相通 甚至呢 我們在最後一首曲子裡面 還有 這一首曲子 為什麼老師 林老師呢 用這一首曲子來做最後的驗收 這一首曲子寫得很好 因為第一段用Slow Soul 第二段用Slow Rock 中間有一個手啦一些變化 那這樣我們就同時兩個節奏的轉換 所以這一首曲子很特別 我特別介紹大家練習這一首曲子 所以你看我們一樣可以把它 四四拍子記號一樣是四四拍 但是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彈法 就是我們看到八分音符 我們可以把它彈成前長後短 換句話說就是三連音的負點 我們在前面也有說過 在第幾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這裡彈三分之二 我們後面彈三分之一 換句話就是一二三一 它是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我不要擋住你 一二三一 它剛好是一個鈍一下的感覺 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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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用感覺的 因為三分之一是多少呢 三分之一我們用0.33333 所以黑人為什麼特別喜好像爵士的這種三連音 因為三分之一沒有辦法用精確的數字去講 所以它有一個彈性 所以真正在藍調爵士裡面呢 它用的這個三分之一 這個後面這個音呢 其實是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間 反正就不是二分之一 也不是四分之一 它就是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就是五解 有一個圓滑的味道 好 這是題外話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Sorrock這個節奏 那Sorrock這個節奏呢 希望你注意二四拍 要有一個二四拍比較重的感覺 不然它就沒有這個稱為抒情搖滾了 好 我們現在從旧情綿綿這首曲子 來為你示範開始 我們首先還是先練好右手 再練左手 我們始終如一 這個是不二法門 練好右手 再練左手 雙手再合 然後呢我們先練前奏跟第一段 再練第二段 然後再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很多曲子都可以按照這樣的順序來練習 好 現在我們先練右手 右手呢 這首曲子裡面呢 我們最高音 先找一下它最高音 這個音 對 如果真正彈高音的話 最高音到有so 這樣是蠻高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呢 乾脆就把它移高 高一點 一二三四五 移高五個key 為什麼呢 因為對女生來講太低 對男生來講太高 那這樣子呢 這樣好了 我們公平 我們移高六個音 我們移高六個音好了 因為一二三四五六 那最高音就在深多這個地方 還可以 所以你看 so mi so la so 要記住喔 遇到八分音符還是要把它彈成三連音附點的味道 這是林老師特別講 所以我們在樂譜第七十八頁的樂譜 最上面 我們每一首歌的最上面可以寫一個 把八分音符彈成三連音的附點 所以剛才已經有說明 你可以看樂譜上面清楚 我們彈的時候請看鍵盤 so mi so la so 有的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一小節就把它當作一個單位 因為它音很多 你看 所以最高音是la so mi so la so 所以用第四 這個無名指開始 so mi so la so 好 那我們速度先用68 你看 so mi so la so 三連音就是一二三直接彈 它頓一下 so mi so la so 所以那個so mi 是占三分之一而已 so mi so la so 如果林老師沒有這樣講 我相信初學者是很難彈好精確的這些拍子的 所以請不要怪林老師太囉嗦 真的是我們為了讓每一個人可以真正學得起來 學得起來才重要嘛 你看 so mi so la so 換直 mi so mi re mi 所以你看 mi so mi re mi 剛好是最高音是so re 然後接下來為什麼不用第二指呢 因為我們要為下一句做好準備 re mi re do re mi so la so 高一點 re mi re do re mi so la so 剛好是最高音是mi 那mi 好 你看剛好 最低音用拇指 最高音用小指 好 我們把第一行彈一次 mi so la so 我們現在的音調呢 是取男女中間的這個key 所以我們在keyboard 或者是數位鋼琴或電子琴上面 請你移高六個音 如果你是用傳統鋼琴的人 可以等到我們示範完了之後 可以在家裡我們慢慢練習 效果也是不會比較差的 來 再傾聽一次 第四指開始 身體就是一個最好的節拍器 二 三 好 這指法我們在樂譜上都寫得非常清楚 那前奏的伴奏我們用一個 或者是用一個簡單的像 do mi so do do mi so do la do mi la la do mi la 很簡單 但是就是不要彈 這樣彈滿 一開始就彈滿 那後面還彈什麼呢 這事情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第一段我們先從進入動 從簡到繁 從簡單的到複雜的 你看 用五三二一這個指法很簡單 但是二四拍那個音要加重一點點 這就是掌握它的最重要的要力 你看 好 那我們把前奏彈一次 再次 再一次 可以转指一下 So Rock里面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要把右手的擦音空拍 不是弹成三菱音的味道 就是一拍三个音 Do La Do Sol La Sol Do La Do Sol La Sol Sol Mi Re Do 那这样弹不是这样弹 就必须Do La La Sol Sol Mi Re 就是三菱音的副点 前长后短 前面长一点点 后面短一点点 Do La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再一次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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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应该可以听得清楚 再一次 我们第一首通常都会讲得清楚一点 好 那踏板的用法在前面也讲过 我们换和弦的时候就换踏板 那这个时候不用换 换 再换踏板 换 可以断掉 换踏板 换踏板 好 那我们前奏先练好右手 再练左手 双手再合了以后呢 前奏一段 这前奏是二四 六个小节 这六个小节先练好了 我们再来练A段 一手一手 然后一段一段 当然我们也是一首歌一首歌了 好 A段里面的执法要小心 这个一首歌的主旋律 如果右手都练不好了 那练左手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右手是主旋律 主旋律占了七成 后六成的重要性 如果主旋律你看用 saxophone或长笛演奏 甚至独奏乐器都小提琴 这些都可以了 但是呢 只是我们觉得不完美 不圆满 所以才加上伴奏 好 所以你看哦 do re mi so do mi re do la 那你看 do re mi so do 那这个时候不能用 do一二三五 那接下来你就弹不过去了 怎么办呢 一二三 up 一二三一 这样转指过来 从下面 我弹慢一点 让你看得清 在键盘上看得清楚一点 要顿一下哦 你看 最高音是mi 所以我们到这里就可以定直了 那这样任何歌 世界上的任何歌 你可以拿到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就决定他的执法 你自己就是大师 大师在哪里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音乐之父 钢琴诗人 乐圣贝多芬 音乐神童 都是那一颗心 人童此心 心童此理 很高兴 今天终于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真正的好老师就是我们自己 但是在我们自己内心那位大师 还没有清醒的时候 就需要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吧 醒醒啊 大师啊 请你醒来啊 所以我不是把各位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学生 不是耶 我是把大家当作是大师 这样的尊敬你 OK 来 我再从前奏弹过来 第一个音都加重一下 转过来 然后再来 林老师尽量照着乐谱 这个地方呢 2 1 2 5 4 因为要考虑到最高音 转过来 你看第13小节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关前顾后 不能逞一十字块 我就这样弹下去 那等一下不管它 这样不可以 我们要三思而后行 再从AA段来 这是A段的主旋律 你多练几次 请你把它练熟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练到 还是A段的左手 那我们就跟前面的前奏 就要不一样了 我们就进入 D O SO DO MI 二次拍还是要强一点点 这就是很多人弹手Rock 没有办法弹出 它的味道的理由 那这个D O SO DO MI 我们用5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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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然后我们跟着鼓节拍 来练一次左手 你也可以边弹边唱 D O RE MI SO DO MI RE DO LA SO MI D O RE MI SO DO LA SO MI RE 放松 这里要小心转位上行 我们可以空拍的时候可以转位 举个例子 这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和弦转位 这要常练 如果你可以常练 你可以练 这样你的钢琴一定会很进步 就是和弦嘛 和弦练熟一点 你看每个调 好 OK 在这个地方 左手的伴奏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在第十个小节 你看有一个声 A就是有一个声都 那和弦如果不熟 我们后面有一个和弦 各种和弦的附录 在后面 你也可以随时可以查阅 你久而久之就会熟练了 和弦一定要熟 来 那接下来你看 D BINER G 扫动为妙 就是用一个转位 RE FA LA RE SO SI RE FA LA RE SO SI OK 好 那我们把第一段为您示范一下 这里 注意这里 OK 再一次 好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也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全部弹满 这样就够了 也要留意拍 空拍 尤其是初学者 我们一开始不要弹得太复杂 OK 好 这就第一段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二段 第二段当然是变化 变化一定有变化 所以我们用一个节奏的弹法 用一个 这是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 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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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节奏也可以 所以 那我们可以 你可以用一个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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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种节奏的感觉 所以你看 我们用第一段 用Fall beat 一拍一下 插音 OK 我們第二段再講一次 你看 抖一 你可以變成半拍 不一定用三連音的味道 因為林老師想讓你練好三連音 所以我會用 圓滑一點 好 三連音 拆 當二連燈 那我們現在先練這樣啦 為什麼要彈一下給你聽 我們心腸可以有一些feeling 但是要先把基本的練好 RE MI SO MI RE DO LA 因為我們前面在第十一課 也就是第九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就有教過 在那個 就是C 這個鼓針的彈法 教了太多東西了 你看 那我們用一個 西部音用一個RE DO LA SO MI 那 MI就是DO LA SO MI RE就是LA SO MI RE DO 你看 一樣可以用 好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 DO 我們左手用 用 DO SO DO這樣來練 再用 MI SO SI 好 現在我們回覆到 跟鋼琴一樣的 正 基本的一個調 跟鋼琴的調一樣 我們就這樣來聽音響 因為畢竟有鋼琴的人 占絕大部分 好 我們現在從頭到尾為你示範 請你仔細看清楚 也聽清楚 速度呢 我們就用 70 速度呢 我們就用 70 手抬起來 和弦 按著 按著 一拍一下 好 這是勾頭 回來 注意這裡 好 從A段開始 你當然這個地方對不起 我們可以用這樣 再多練幾次 分解 好 打節奏 不要客氣 回來 可以加和弦 到扣打 好 再一次 好 這就是我們為你示範的第一 在這一個小時裡面的第一首曲子 完整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再為你示範下一首曲子 在第八十頁 在第八十頁再回首 這首曲子也是非常耳熟能詳 而且它有很多技巧 可以值得我們練習的地方 好 一樣的 我們再從練好右手 再練左手 我已經講了N次了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要強迫你記在腦海裡面 那你記住了之後 能夠知才能夠行 好 但是知了如果你不行 那還是不行 一定要彈得出來 講得出來不一定彈得出來 但講不出來呢 一定彈不出來 這一定要記住 知道呢 不一定 知道 知道不一定會去做 但不知道一定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們一定要集知集醒 好 現在請看到 第八十頁的再回首 一樣的道理 我們一樣在樂曲的最上面 林老師還是有幫你註解 我們把兩個八分音符 彈成三連音的負點 把兩個八分音符 彈成三連音的負點 好 一樣 來 我們先彈 在這個節奏 前奏的部分呢 有四個小節 我們用一個 如果你沒有彈三連音的負點 就會變成 那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用一個 頓一下 然後接下來換五指 這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第三個小節要注意一下 我們再看 這裡沒有問題 然後四 第四指 第五指 然後接下來第五 這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用 so, fa, mi, do, re 這樣也可以 也可以用 兩種指法 你可以選擇一種 你覺得舒服的 這樣過來 來 二一 二 或者是 在樂譜上面呢 林老師寫出來 是為了讓你可以練習那種指法 不代表它只有一種指法 好 這個就是前奏 那我們的走手呢 這次可以用高一點點 由上面慢慢彈下來 從上面慢慢彈下來 那左手告訴我 五二一一二 五三二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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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指法 好我們聽一下前奏 速度我們一樣使用六十八就可以了 請聽 它剛好是一二三四五六 剛好是 我們再用慢一點六十六好了 聽清楚一點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再回首 這樣才進來 第一次不要用空拍擦音 好這樣有點慢了 我們再來看 右手你看 SOLA DO 二三 DO DO RAP 我們跟著節奏練 一二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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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用跟鋼琴一樣的調而已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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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三 六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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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嗦 那我們這麼高音的時候 差音也可以彈 在中音域的內聲部也可以 你看最低音用拇指 最高音呢 我們用十指 所以這裡要轉上B段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解 我們先看到 請大家看到A段第五個小節開始 第二行第一個小節 左手的伴奏法 我們用一個 D-So-D-Mi 這很好用 那一般我們會用這樣的方法 是適合在音域比較高的地方 那這樣通常就沒有音域的限制了 它的指法是5 2 1 2 5 2 1 2 這樣夠詳細了吧 導演跟我講 這樣再學不好就要打屁股 開玩笑開玩笑 不要那麼緊張 你可以慢慢練 如果萬一有練不好 就是不熟的地方請你再回去 一定要 所以零渴一開始就一頁一頁一刻一刻的練 萬一你到這邊有一點問題 你可以回到前面去去找你需要的技巧 在這一套課程裡面 你可以自己自足在樂譜裡面 如果樂譜裡面你看有不太懂 就再打開一次錄影課程 錄影帶出來看 或者你如果真的再沒有辦法 自己沒有辦法解決 那你不要客氣 你隨時可以打 零四四七一二一九九 零四四七一二一九九 因為這個是讓你可以隨時有問題 我們學鋼琴人最痛苦的 就是馬上有問題 沒有辦法馬上有人可以解答 然後興趣就慢慢淡掉了 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犧牲我自己 照亮你 開玩笑 來 接下來 這個地方我們從A段 就從前奏過來 我們為大家示範一次 一句一句的彈好 不要急 一句一句的彈好 不要急 好 左手瞬接 左眼嘉 左眼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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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样了 道理 节奏 好 这个地方V一段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说一下 你看哦 在第二段里面 Sol, La, D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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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o, Mi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马上弹一个差音 所以这地方有一个V V字形就是要手指要抬起来 每一个音呢 至少在每一拍的第一个音要加强一点点 而二次拍更要重一点点 那它词法很简单 三四五四三一 因为最高音是在D 好 这里要看清楚 好 再一次 你看RE C LA SO 就用一个 好像一个尾音式的参音法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窗也 伴着我 OK 热水你看 在这个地方 右手 踏板要换 不踏踏板 要数拍子 金 走 这里 您老师呢 把它弹 精简一点 SOL LA DO OK 那这样就又再回到A段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第二段的地方 因为右手音很多 所以左手不要臭热闹 你左手如果 吵死啊 对不对 所以秘诀就在右手音很多的地方 左手就请你弹少一点 刚好可以印证啊 我们可以来验收成果 就是我们前面你练的这个分解和弦的转位 有没有练好 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所以啊 你老师很喜欢大家 很希望大家从歌曲里面去力曲练迹 从曲子里面的从坐中学去验证看看 我哪里还没有练好 哪里还没有练好就回到前面 再把它温习一下 如果你觉得都已经练得不错了 你才有资格进入 24小时学好绝世钢琴 那才是一了百了 但是这个基础呢 如果我们盖一栋房子 这个地基如果没有好 你看921大地震啊 这是一个悲剧 我们一定要先把基础打好 这是很重要的 有一句话 处不坚则国不顾 就像我们国家最重要就是人民 这个经济一定要好 第二个治安一定要好 还有交通这些问题 基础建设就像现在网际网路 这个基础建设一定要好 网路的频宽一定要宽一点 如果没有宽一点 影音传输各方面就不方便 如果基础建设没有好 要谈其他的网际网路 更远距教学啊 那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现在我们用像在有线电视里面 或者是在三台的电视 现在还是最方便的方法 好 来 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们看到在第二段里面 我们的左手用 用转位慢慢先练好 然后空拍 可以跟4 beat连接 因为这个12 beat呢 4乘以3 等于12 所以它有时候还是可以弹 像 一样可以用4 beat的味道 只不过 但是一直用4 beat太单调 所以我们会加上空拍的差音 好 现在我们第二段示范一次 每一段都有林老师 或者每一个小节都有希望你练习的技巧 绝对不是我们选了一首歌这样而已 里面都是要你练熟这些技巧 即使你要弹 就是我是好玩而已 我并不想弹很厉害 这样也才能够真正的去活用 而且你还可以自己把它重新编排 或者加上自己的变化 这才好玩 好 第二段这一次 如果唱歌的人就要 拉西都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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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都拉瑞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场也伴着我 但是当我们自弹自唱的时候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以弹为主 还有以主旋律的弹唱配合 如果我们真正自弹自唱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你看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场也伴着我 那当然这个方法里面就不能弹主旋律了 OK 这是比较专业的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再挑战24小时学好爵士钢琴另外一套这个课程 这是非广告 好 来 我们从头到尾为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示范 你不能再看看 在这个位置上 手一定要放鬆 一定要放鬆 心裡要跟著莫唱 即使沒有唱出來 心裡也要跟著莫唱 Sola Do Do Re Mi La 稍微變化一下 搜啦搜搜 你搜啦搜钻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情的窗也伴着我 好 签奏 这个鼓呢 林老师故意开了 大一点点让你听得清楚 再从第一段 这一段呢 是再多出来 本来我们应该从第十三个小节开始 但是林老师这里 再多弹一段 转过来 今夜不会再有 看你对我去的烦 called 我们荣最初就听不出来 叫你 再一次 B 段 Rashi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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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ra re ело link 如果要好彈點可以彈中高音音譯就可以成為了 好 這樣夠詳細了 希望你真正可以把它練起來 而且可以清出于蓝 我希望你弹得比我更好 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到了最后 我们这一套课程里面的示范 解说的最后一首歌 这个地方 刚才林老师已经讲过 A段我们用Slow So B段 我们B段用Slow Rock的节奏 我们速度用72 一样的道理 希望你先把右手练好 然后再练好左手 然后现在不一样 是先练好第一段 第一段的Slow So里面的8bit 当然右手有16bit的味道 然后在B段 B段再把它练Slow Rock把它练好 这样我们就把前面到后面 刚刚做一个整理统一 那希望你对一般流行 为什么我们讲键盘 因为钢琴 数位钢琴keyboard 不要太执着 好听 它是一个工具而已 最重要的是我们音乐是用心 不管用唱 都是用心去唱 用心去弹 用心去作曲的 所以不要太执着在上面 然后我们弹的时候 一样是把右手先练过一遍 我们现在从头到尾把主旋律示范一次 二三 这个词法写得很清楚 你看这里有分层次 一二 然后三一转过来 因为还有要上来 这个地方最重要 你看 如果没有你平常人这样弹 那就没有办法上去 通常就是这样断掉 我们弹奏钢琴表演的重点八字真言 就是绝不中断 绝无能长 那如果中断了 就没得弹了 所以你看 转过来 再转 不用转了 这就很顺了 你看 这个都没有问题 一二三五 你看 这是间奏 我们可以加一个参 OK 我们把调子 这个最高音 我们看一下 是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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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Do Re So Mi 好 一样 一样的道理 我们还是把这一首曲子 好 这样好了 我们 So La So Do Do Re Mi 一高六个音好了 一高六个音 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音域蛮宽的 好 你看 So La So Do 最低音用拇指 最高音用五指 So La So Do Do Re Mi Mi Re Do La 这样才可以 So La So Do Re Mi 轻轻上去 Mi Re Do La 然后 So La Do Mi Re Do La So 二三四 Do Re Do La So Do Do Re Mi So La So 这样顺的就可以了 Do La So La Mi So Re Mi Do 你看 我们这里有换一个手指 Do La So La Mi So Re Mi Do 二三 这里就要换了 戴一会儿 戴一会儿 就是这个地方了 要注意一下 就要换 你看 变成三连音的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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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Do La So 转过来 你看 你可以这样弹 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顺着弹 都可以 没有固定的公式 固定了就是死了 所以接下来 因为要移上来了 这事先一定要先编好 好在我们在乐谱上 你让时间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帮你仔细地校对过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有执法或者踏板 还有伴奏法各方面的问题 你随时可以打零四四七一二一九九 零四四七一二一九九 我不希望你像学琴变成一个鼓尔都没有人 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我们将很乐意地为你解答这些相关的问题 OK 好 现在我们废话就不说 我们最后来再帮你讲一次走手的伴奏法 然后我们再整个示范一次 那这个课程就要向你say bye bye了 OK 请看走手呢 我们第一段用 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学过的 像 Do 但是我这个地方在复习 Do So Do Re Mi 我们用一个五二一三二 五二一三二 这是前奏 那在A段呢 第十三小节这个地方 我们从那个时候 我们弹低一点 我们用五二一三一三 好 这有一个过门 就是五二一三 一三一三 Sorry Sorry La Re Si Re 再一次 Sorry Sorry La Re Si Re OK 然后再 接下来一样的道理 有转变和弦 用十度音的方法 这个在上面都非常清楚 第八十二页的最后一个小节 就要小心了 这里结束 然后转到 这个地方转变 我们节奏鼓就要再 到这个结束的地方 就要过来 前一拍 然后它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 它结束的时候 又要转回来 好 这里是特别提醒你的 现在林老师要为你整个做一个示范 我们速度用 好 标准的76 注意 转 右转 对不起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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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咯 和弦 4-bit 用左手八度 最小心 要转回来咯 回到第一段 转 右手尽量加和弦 右手尽量加和弦 第二段 完整的課程 已经在这首 的音乐声中 要跟你说再见了 林老师很依依不舍 但是又何难 OK 好 希望你 老师不在旁边 但是呢 有录影课程 经常可以伴着你 你忘记的时候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任何问题 你随时可以打 04-471-2199 04-471-2199 希望你可以 白使干头更进一步 情意精进 OK 好 我们课程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希望你加油 拜拜